今天為大家自駕車型 CMW 我現在人是在日本九州的歐洲 光那個排氣回家 我們終於試駕到 應該是我了 終於試駕到A-Class 之前A-Class那時候是阿元去的海外試駕 難怪我覺得奇怪 我怎麼好像沒有試過 但是我們今天一試就試250 這台車它是目前A-Class最高規格的 當然不包含A-35和A-45 那個都還沒有來 它在台灣的售價213萬 另外在A200的部分是176萬 A180是158萬 那這台車它有幾個選配 第一個就是它的車色 消光深灰 另外還有就是內裝的座椅 這兩個選配價錢堆疊上去之後 變成220萬08千塊 其他全部都是標準配備 那這台車呢 我相信很多人很喜歡A-Class 因為A-Class這一次的改款 算是一個全新的系統 加上全新的外觀 對於年輕人來說 也許A250你可能會覺得比較貴一點 可是對於如果你喜歡 跟賓士的小鋼炮 我認為它是一台非常超值的選擇 我們來看它的外型 首先造型的部分 因為現在的燈具全LED的 其實上一代的A還有部分 有用到傳統燈泡加上HID 因為LED的關係 所以你看它整個 你如果今天有機會拿一台 舊的A和新的A來比較 舊的A的燈的面積就比較大 整個燈座的面積比較大 所以呢 因為它現在燈座變得比較細長 你從車頭看去 有一種向前趴的一種感覺 其實它整個車身的造型 板件的部分其實是差不多的 主要差在就是燈具 第一個大小 第二個位置不一樣 當然內間的燈泡全LED 這邊寫得很清楚 LED的Performance 然後水槍護照的部分 有幾個地方 第一個AMG的版本的話 它就會有一些 一點一點蜂巢狀的設計 這個在以前都要選配的 但是A250它把它又有標配 另外一個就是場灰 現在你幾乎看不到樓空的場灰了 但是如果你看它這個星芒 是你手摸可以摸到這個星芒突出來的 代表它什麼 它搭配的Intention Drive是半套 所謂的半套就是有些有盲點 有些有前方偵測 有些有車道維持輔助 但是沒有ACC 相反的如果你看到這個星芒 它是好像硬上去的 就好像硬刷上去的 然後整個變成鏡面烤漆的話 那代表它就是全套 全套就是包含了ACC 包含了很多便利的輔助駕駛 然後在包桿兩側呢 因為它沒有霧燈的配置 所以它就是兩個很大的技霸 下方有鍍鉻材質的四條 包含了水槍護罩 它變成是一條比較粗壯的四條 在車側的部分 第一個 輪圈的配置它是225 45 R18 前後都是一樣的 全套系統是前脈花城後多連桿 那說到懸吊系統 如果你買的是A180 A200 或是A200的特色版的話 其實它可以選配AMG Lite的一個套件 AMG Lite套件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車身高度 它會降低車身高度的舒適性懸吊 這樣子的話 它的整個車高 就會跟我們今天試駕的A250是一樣的 那說到選配 你看我手上這麼厚的行路 這印出來的行路 現在的賓士因為它是台灣分公司 所以它的選配跟以前比起來 現在變得很複雜 而且你沒辦法單獨 很少能夠單獨選一樣東西 第一個滑不來 第二個 你單獨選的內裝或外觀某樣東西 你一定要跟其他做搭配 也就是說要一個套餐的方式 才可以做選配 這麼一來 其實對於消費者來說 你上門買車 如果這台A-Class不符合你的需求 你光選這一種選一選 可能它堆列上去的價錢會很恐怖 第二個 你等車的時間要拉長到三個月 甚至到半年 那我們隨便講個東西 包含了Kitties 200多萬的車加上它還是賓士 可是連Kitties都沒有 這個也要選 它只有引擎啟動扭 那你要選到Kitties GO的話 你另外要再加價 那你選Kitties 單獨選很貴 它跟其他套餐做搭配 會比較便宜 第二頁 它告訴你就是 它叫做便捷套件 Kitties是其中一個 另外還包含了 360度環景攝影 以及手機藍牙無線充電裝置 這三個是一個套餐 它的套餐名稱叫便捷套裝 在選配的價格 原價五萬六 特價四萬五 那可能很多人會說 那我不要藍牙充電 無線充電 有些人說我不要360度 可以啊 你單獨選Kitties 我翻給大家看 如果單獨選Kitties 可以選 我稍微查了一下 如果是Kitties單獨選是 兩萬二 然後360度是 兩萬三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是 一萬一 加起來是五萬六 你單獨選 它的單價就貴了 所以賓士才會推出一個便捷套件 四萬五千塊 那光這些便捷套件 多媒體特色套裝 舒適套裝 這些套裝加一加 大概二三十項 所以你要選起來 會稍微要費心一點 可是相對的 選套裝會比較便宜 你單選會比較貴 然後上方全景天窗標配 在250才是標配 到達B柱之後的全景天窗 而且它可以上先和開啟的 車窗外框有鍍鉻四條 加上B柱是鏡面烤漆 然後在後窗 這個小三輪上面 這邊有一個貼紙 Intellation Drive這個貼紙 現在貼這個貼紙 不代表它是全套的 半套它也會貼這個貼紙 尾燈排列LED的燈泡組合 加上LED的光條 主要的重點跟車頭一樣 它的面積變得比較小 而且比較修長一點 所以整個車尾看去 跟上一代比起來 最大的差異就是 板件和燈具的佔比不一樣 上方一樣尾翼內建第三煞車燈 然後左邊告訴你它是A250 下方的排氣管 這兩個是裝飾品好看的 它的排氣管其實並不是藏在這邊 而是在前面一點它就往下了 然後後方有四眼的倒車雷達 有壓頂桿的引擎蓋打開裡面沒有隔熱棉 這具引擎是橫置的四缸渦輪鎮壓缸內直噴引擎 排氣量是2.0 最大馬力224匹 扭力的表現有350牛頓米 在1800轉就可以產生 0-100加速6.2秒 極速可以達250公里 另外兩個四缸1.4升的A180和A200 他們兩台這兩顆引擎的本體是一樣的 只差在電腦渦輪鎮壓壓力的不同 所以創造的馬力也會有些差異 最後一個就是油耗表現 第一個油箱容量是43公升 油耗表現原廠公布的測試值是 1公升跑14.3公里 搭配的變速箱統一都是一樣的 都是7速的雙離合器自首來變速箱 不管是A以及未來來到台灣的四門的A class 又或者是有A加上B class 只有在柴油變速箱不一樣 它變成是8速的雙離合器 不過目前台灣引進都是汽油 所以搭配的是7速的雙離合器 今天我們打開它的尾箱 沒有電動尾門電子閥 然後這邊有一個倒車CCD 打倒檔的時候它就會打開了 打開之後 整個新型箱空間和上一代是類似的 是差不多的 它的新型箱容積 在沒有倒屏的情況下是370公升 倒屏之後是1210公升 以背的倒屏是424公升 但是如果你透過兩側的把手 它是64公升分離的倒屏 沒有任何便利的拉桿 你直接要透過兩側來做倒屏 然後在杖板的下方 在前面有一個三角警示錐 然後打開之後 裡面是打氣機和補台機 它並沒有備胎的配置 打開尾門 不是啦 打開側門 開口角度很大 DADDY很棒 冰室就是冰室 沒話講 打開之後看到它的門飾板有一些龍布 這算是擠皮也算是龍布 然後有一些車縫線 然後上半部這邊還有一些軟質的塑膠 這邊就是硬質的 60分OK 坐進車內稍微辛苦一點 因為它這個地方加上它的坐墊設定是比較低的 為什麼這邊要有一個洞 這個洞用於什麼 你裝4點安全帶也不對啊 這個洞是 如果駕駛比較辛苦 你可以手繩過來幫它按摩 抓龍 你看後面這個就是 這個叫被打槍 硬質的塑膠 加上這個基座你看 然後車都沒有在整理 上面你看髒死的都是腳印 四人車也是都沒人在管的 只要是公務就這樣子 後方沒有冷靜塑膠 上面這個地方有一個小小的置物空間 但是有跟沒有意思是一樣的 打開這邊 也有一點小小置物空間 以及兩個Type-C的插槽 所以它全車有四個 後面如果說兩個人也可以充電 座椅中間沒有扶手 有兩組ISO-FACE 以及這兩邊的乘坐者 一樣有一些擠皮的止滑效果 但是做電腦 因為它設定的比較低 所以你看我的腳都知道了 都是懸空的 它如果設定稍微高一點 我這邊就被支撐住 這樣你長途行駛 長途乘坐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那麼累 地板中間有鼓起非常大的面積 因為它有四人傳動的版本 所以A-Class 你看我前兩天我們試Polo GTI 你看西部空間 跟Polo GTI一模一樣 一個拳頭又大概大一個指頭 它是兩個指頭 可是頭部空間 它反而沒有 Polo來得好 它的頭部空間差 Polo一點點 大概少一點點而已 少不到一個指頭 接著我們來介紹它的內裝 被動安全七個氣囊 駕駛者這邊有個西部氣囊 駕駛者這邊有個西部氣囊 主動安全巡機系統 這個都是標配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intention drive 如果是半套的話 在A-Class上面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表現 它和C-Class不一樣 C-Class半套還包含了盲點 A-Class就沒有了 它的標準輔助架子包含 前方主動防撞輔助和行人偵測 然後智慧停車輔助 起步限速輔助 就當你打到R檔或D檔的時候 如果它偵測到前方有障礙物 在一公尺內 它會自動開啟起步限速的輔助 再來就是Preserve 還有側封穩定輔助 以及主動安全防護音波 這個 它如果偵測側面來了一個撞擊 它會有一個音波 可以保護你的耳膜 讓你的耳朵不會因為撞擊的劇烈的聲響 會受傷 這些就是基本的 A-Class全車系的高階一點的主動安全 我們剛剛強調如果你要買到 很完整的Intention Driver的話 它也有一個套餐的選項 智慧駕駛輔助套件 原價是127,000塊 目前的優惠價錢是105,000塊 也就是說你花105,000塊 你想像得到的車道維持 車側盲點 ACC跟車系統 全部都會搭載在這台車上面 但是它的付出的代價就是大概10萬塊 接著我們來啟動引擎 有引擎啟動鈕 而且它的啟動的位置現在改到這邊來了 它學B&W 下方這個 停車熄火的按鈕也學B&W 反而B&W現在跑到這邊來 它們兩個好像講好了 兩個互換 因為我們現在連接了智慧手機 所以它有Apple CarPlay 加上還有觸控螢幕 只是這個Apple CarPlay的面積 稍微小一點 如果可以滿版的話會更好 對 比較小一點 另外它當然還包含了 你跟它說 是說嗨賓士還是什麼 你好賓士 你好賓士 是的 請說 很簡單 今天天氣好不好 一次的成功 我本來想說它又不理我了 包含你要調整它的空調 音樂 都可以透過聲控的方式 但是我覺得 現在不管是雙畢業好 甚至其他的品牌 它們的聲控的程度 大概就是幼稚園 就好像兩三年前的Siri一樣 也是幼稚園 Siri現在大概已經國中畢業了 所以現在跟Siri的溝通 反而是比較好的 而且是比較 比較 它比較聽得懂你在講什麼 然後你看 它沒有無線 它Apple CarPlay是有線 所以你看 你看這個觸控板 我這個線如果在這邊 它就在那邊亂跑 你看 因為它感應除了我們人以外 它這個其實線上面有電源 它也會感應到 所以那個時候 你如果手機這樣放了充電 你就會發現你在開車的時候 它就會這樣 我那時候在歐洲試車的時候 我好像是CLS就碰到這樣的問題 因為它不像BNW是無線的 你看 所以我用這個就可以觸控了 下方空調系統 單區的耶 單區的恆溫空調耶 以前是雙區不是嗎 現在變單區的 這邊有一排的按鍵 然後在前方有一個很深的置物空間 不過你另外要花錢才可以選配Qi無線充電 前面這個USB插頭看有Type-C的 所以你要有一個轉接頭 大家的這些充電線都要重新花錢買了 旁邊還有一個電源供應 然後杯架有兩段式的 你可以調整它的飲料的大小 在後方這邊有一個手鞋板 然後你可以透過手鞋板去滑 我覺得手鞋板的操作還蠻靈敏的 反而是 上面這個螢幕的觸控 我覺得 你要稍微用力一點 它沒有那麼的靈敏 但是還OK啦 然後旁邊有一些按鈕 包含了自動停車 然後車輛的設定 都可以透過這邊來做顯示 還有設定 然後後方這邊有一個我的最愛 你可以按下去之後 讓它決定你要做什麼樣的快捷的設定 旁邊有音響的大小聲 以及導航快捷鍵收音機和電話的快捷鍵 它還是有內建導航 後面有一個看起來像變速箱撥桿 其實不是啦 它只是讓你手靠在上面舒服一點 因為後面的扶手沒有高度的調整 然後扶手打開裡面 還有一個Type-C的插槽 儀錶板兩個數位的 連結在一起的大螢幕 這個大螢幕 它內建的功能的 豐富性和複雜性 大概是現在所有車系裡面 所有品牌裡面最好的 第一個 解析的畫質 第二個 功能性 再來一個 可控制性 以及駕駛 乘坐者 跟它溝通的便利性 賓士目前確實是最成功的 我們也期待今年 奧迪甚至包含 接下來三系列BMW上市之後 看看會不會針對台灣的市場做一些改變 因為它用Heat圖資 所以你在儀錶板前面 你也可以有一個圖資 變成兩個圖資了 好大的一個圖資 前方沒有抬頭顯示器 可是這兩個都是地圖圖資 當然你可以透過方向盤左邊 方向盤左邊這個黑色旋鈕 它就是去控制前面這個螢幕 右邊這個旋鈕 它控制是右邊的螢幕 然後上面這邊有很多的快捷鍵 你可以去做一些音響 接電話 儀錶的設定 像我現在儀錶設定 它就很豐富了 像我們可以設定程式輔助 然後你可以去變化它的儀錶的顯示方式 我剛剛為什麼說它的顯示是最豐富的 因為第一個它的變化性很多 然後再來一個部分就是 你可以每天切換不同的 就好像你的手機桌布一樣 你一個禮拜換一次 你用手機的心情就會不一樣 賓士現在就是朝這個方向 我想大概再過幾年 導航可能都被取消了 車機導航都被取消 因為沒有一個車機導航 沒有一個導航軟體 可以贏得過這兩大系統的 導航更新的幅度 還有速度 所以慢慢導航就會沒有了 然後再來一個 以後比的可能就是 這兩個板子 尺寸 還有解析度 以後可能賓士會分為 入門的 SD的解析度 中階的HD 高階的-HD 以後可能就這樣分 然後加上裡面的功能 會越來越複雜 甚至這兩大手機系統 一定慢慢可以透過這一條線 就是這個USB 做一些車輛的設定 等到那個時候 這些 嗨賓士啊 嗨B&W啊 沒事沒事 沒事我們也要叫你 沒事 這些功能都會被取消 為什麼 因為手機的進步太快了 所以以後手機 會跟車廠去收錢 你要不要讓我的手機 可以控制你的車 可以的話 你要付費 就好像現在有Apple CarPlay一樣 方向盤 非真圓 真皮包覆 加上紅色車封線 後面有非常好看 運動化表現很好的 換檔撥片 搭配的是七速雙離合器 只要你搭七速雙離合器 你用到換檔撥片的機率就會很高 因為它的整個 控制性 還有自主性會更好 大燈雨刷 都有自動起逼的功能 大家要記得 就是賓士傳統這個地方 這個本來應該是雨刷的 它跑到另外一邊 用旋鈕的 加上撥桿式的方向燈 不要撥錯了 雖然還有保護裝置 但是在時速5公里以下的時候 當你看到這個檔位這邊 有一個箭頭出來 代表這個時候 你可以控制變速箱了 可是時速5公里以下 其實車還在行走 車還在行走 如果這個時候不小心 你要噴雨刷水 很多噴雨刷水怎麼噴 這樣子噴啊 你那個時候只要按下去 它會變成P檔 整個車輛瞬間會鎖死 我朋友就這樣 因為它在低速跟車的時候 正好有一趴 排泄物滴在車窗上 它就想說要拿水噴一下 然後刷一刷 結果它忘記它的車在很低速行駛 它就按了一下 因為它之前的噴雨刷是這樣子 它就按了一下以後 它嚇一跳 不過還好變速箱沒受傷 兩邊都有電動椅 以及三組的記憶裝置 加上兩邊都有電動腰靠 還有一個很好用 就是它有一個大腿支撐 是手動調整的 我非常喜歡的大腿支撐 手動調整 然後它的材質是 部分真皮 紅色車縫線 加上幾皮 所以止滑 效果很好 唯一一個小小的就是 它的頭枕 因為它是固定式的筒型座椅 所以頭枕不能做調整 但是我想應該正常的駕駛 正常的駕駛身材 都可以調整到你適當的位置 真的現在賓士全車系 大概只有A-Class 你在轉山路的時候 比較有那種 那種鋼炮的感覺 當然你可以買到很高規的GTR 可是以A-Class來說 它確實讓你有很好的駕駛樂趣 比較可惜一點就是 它的行車模式的切換 差異最大只有變速箱 它沒有電子避震器 所以你變速箱的換檔 大概就退一檔 甚至有時候退到兩檔 如果你播到Sport的時候 它沒有Sport Plus 未來A35 A45才會有Sport Plus 但是其實一般的Comfort模式 你就可以感受出 它的懸吊是非常的硬朗 軸距短的關係 這個軸距短的關係 會造成就是 你的胎壓只要上下的論局 超過原廠設定的5% 甚至10%以內 你就可以很明顯感受出 車輛底牌的不同 反而長軸距的車 有時候胎壓它容許的容錯值 會稍微大一點 所以要記得這種短軸距的車 基本上你每個禮拜 大概要兩一兩次的胎壓 甚至包含因為台灣 春夏秋冬的季節變化 夏天任何半時 冬天有時候會冷 還是包含會下雨 所以胎壓變得在小軸 所以胎壓變得在短軸距的車型上 是很重要的 它會影響到你整個行車的路感和品質 A的方向盤轉向輔助非常的輕 所以你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很好轉 甚至有點過輕 就算你撥到Sport模式的話 也是很輕的 我想這應該是 都會消費者比較愛的 也是原廠的考量 它不會做得太重手 口徑稍微大了一點 如果可以稍微縮小一點就好了 那透過這兩個螢幕 你可以隨時隨著心情去變換你要的東西 它的功能性 如果你是車主 你都要花很久的時間 才能夠適應這兩個螢幕 雖然有很多可能你會用不到 但是 因為它的變化多 所以你每天切換不一樣的顯示方式 功能 包含跟它溝通的方式 你都會有不一樣的駕駛熱趣和心情 方向盤左邊這些大燈的控制 記得永遠開在AUTO AUTO開的不會對車輛有任何的損壞 不要去把它關掉 那賓士現在已經取消OFF 它就是小燈和大燈永遠開的 以及AUTO而已 那旁邊是電子手搭車 這一代的A 原廠有特別強調 它的組裝品質變得更好的 包含了整個隔音的工程做了大幅的改善 如果你有機會 或者是你是先任A的車主 你去看新的A 你就會很明顯知道我在講什麼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因為我一個朋友有一台上代的A-Class 那個到幾年 然後七年還六年的車子 那車快閃了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新的A 整個底盤沒有任何的聲音 雖然它配的是韓國品牌輪胎 可是也沒有任何的聲音 加上整個彎道的穩定性和循跡性 包含了側彎的整個過彎的性能表現都很好 現在的汽車科技 不再著重在引擎性能多幾批 也不再著重在整個底盤 有沒有什麼新的花樣 又或者是新的底盤設計 在意的就是駕駛者視野前面這兩個大螢幕 這兩個大螢幕的變化性遠遠高於 很多消費者以前所在意的操控性能底盤的表現 但是確實包含我在內 我試車一直也在玩這個 反而是對於開車的感受 就沒有像以前這麼的強烈了 因為這兩個螢幕所帶給你的東西 是很多樣化的 也難怪賓氏現在這個新系統 不管是E甚至包含A-Class 以及未來要來到台灣的譬如具有E 全部都改成這個系統 對於消費者來說 你拿現在和上一代的系統來做比較 它有很大幅度的進步 車和人的溝通比例越高 人就好像人依賴手機一樣 因為手機一直不斷的在更新 不斷的在進步 賓氏現在也是這樣子 它就把這兩個螢幕越做越旋 越做越花俏 功能越做越多 當今天人開始要去依賴這兩個螢幕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台車 它很多東西很棒耶 其實機械的回饋給駕駛者的感受是一樣的 都沒有變 變就變在這兩個螢幕的差異 我建議大家 因為買A-Class都年輕人 我建議大家如果你要買 入門一點的A180也好 或是A200的話 如果預算許可 選配這兩個螢幕 它可以讓你 常常保有很新鮮的開車心情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排氣管 排氣管我們剛剛介紹的時候 它不是往下跑嗎 所以它排氣管有點悶悶的 那既然後面有兩個飾板 去改一下尾段吧 讓它的排氣管真的是 後面兩個飾蓋真的有排氣的功能 因為它往下的話你在換檔 就算你撥到Sport模式 它在用手動換檔的話 轉速稍微拉高一點 可是在換檔也沒有太強烈的移動感 맞아 introduction 之後再轉一下 分身手 往下 打算 喔拜託